財神爺 您好 今天來帶這些筆來開運 希望能夠帶領會員朋友 在今年的操作都能夠順利 都能夠賺大錢 謝謝你的保佑與幫忙 謝謝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並且加入LINE帳號 小老鼠LUNG1688 將獲得第一手資訊 有任何操作上的問題 選股的問題 都可以私訊我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簡單操盤 簡單獲利 我是龍哥 今天來講的話 原則上台股多方趨勢 不用太過擔心 那美股也是多方趨勢 都不用特別的擔心 重點還是在於選股 重點還是在於選股 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指數位階當然 我們要去做個參考 指數位階主要參考什麼 主要來講的話 指數位階在看 你的資金的使用程度 例如說台股 他跌破了月線 跌破了季線 這時候你當然要保守一點 你的持股所謂要降低 如果跌破月線來講的話 我認為持股大概落在三到五成 三到五成 有好的股票當然 趁機找買點 拉回找買點 但是你的持股所謂可以不用過高 等到大盤直穩 大盤轉強 你再去增加你的持股 這樣就是一個順勢的操作 那當然我說過嘛 指數來講的話 各國位階也不太一樣啊 那如果說台股在做回測的時候 在做震盪的時候 你要怎麼選股票 你一定要去找 你一定要去找 技術面的位階 比台股的加權指數 還要來得強勢的 例如說之前台股跌破季線 那時候我是不是一直告訴大家 有哪些個股 有哪些好的產業 好的股票 他的股價還站在月線上面的 台股跌破季線 但是股價還站在月線上面的個股 這就叫做相對強勢的個股 我相信長期在看我節目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我很在意這個位階的問題 台股落沒有錯 台股落啊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操作啊 當然有人會說 台股落你要不要放空 其實放空來講啊 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限制 當然放空可以 放空可以 但是放空要去找 弱勢股去打 你不要去找那種再回撤個股去打 那這樣你受傷機率就很大 我不知道投資朋友你有發現 最近應該說這1月份以來 再漲的股票都什麼股票 其實很多股票都一路殺 殺破了季線 月線跌破季線跌破 或者說月線跌破 但是一根紅黑棒就直接站回月線 或者兩根紅黑棒 漲兩天就站回月線 這就出現了一些 假跌破的情況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平凡的出現這些假跌破的情況 投資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想背後的意義 為什麼會常常出現這種假跌破的情況 當然啦你跌破先出場OK的 我說過操作有機率 該停損該賣股票你就賣就賣 但是轉強你要敢追回來 那背後的意義在哪裡 我之前就跟大家講 今年會比去年好 美元走空 聯準會降息 美元會走空 那美元走空代表什麼 台幣是升值的 台幣升值就會吸引這些國際的熱錢去做個移轉 了解我意思嗎 這個就是最大的原因 所以在這種盤來講的話 我一直跟大家講 拉回少買點 那我也跟大家解釋過 我著重的原因就是在於說 這個資金的移轉 那股市 股市有動人就會漲 既然國際的熱錢會移來我們台灣 那我們台股是不是比較容易漲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沒有很看空台股的原因就在這邊 就像之前 你說上上禮拜台股跌破季線 我一樣跟大家講一樣的事情 拉回早買點 我認為資金行情會持續延燒 沒錯吧 跌破季線 外資大賣700多億 什麼史上第幾大賣超 但是後面隔一天 史上第二大買超 800億 這個就說明了 資金的移轉效應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說投資朋友 今年既然會比去年好 我會建議 在沒有說盤勢特別轉弱的情況之下 還是盡量偏多思考偏多操作 那當然你說偏多思考偏多操作 不是亂買股票耶 不是亂買股票 所以說在過年前這幾天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些潛力的一個產業 拉回的時候 你就是要去關注這些潛力產業 不是亂買 拉回不是亂買 你要去找好的產業 好的股票去觀察去關注 他轉弱沒關係 不要馬上買 你買的時候呢 等他止跌買 等他轉強買都可以 你不用去 他在跌的時候 你不用去接刀子 但是重點是 你要先知道 你要關注哪些產業 你要關注 哪些個股 哪些族群 沒錯吧 所以這幾天我才會一直 為大家介紹一些潛力的產業 那這些潛力產業 他的產業趨勢都往上走 你說之前跟大家介紹的AIPC Wi-Fi AI伺服器等等 這些都是產業趨勢往上走的族群 產業 這種產業你拉回 你就要特別去留意 等到股價變相對便宜的時候 趁機不舉 這樣你的成本就會被你壓下來 那股價說實在話 他就算好啦 他就算跌一跌啦 那他股價出現了 投資價值的時候 資金就會重新回來 那資金重新回來 股價當然就往上走啊 那往上走 如果說好 他是連續噴出 當然 獲利放口袋啊 這個就是簡單獲利 但是重點就是說 你要知道你要去觀察哪個產業 哪個個股 OK 所以我才會在這時候 在過年前 來特別的為大家介紹一些潛力產業 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留起來 把它留起來 OK 好這邊來講話還是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想要即時了解一些操作訊息 或者甚至一些標股 你一定要加入LINE的群組 你一定要加入LINE的群組 小小鼠 LUNG1688 一定要做個加入 裡面 標股 產業報告 即時操作 甚至你股票上有問題 你持股有問題 操作有問題 歡迎你 在裡面跟我做個討論 好不好 在裡面做個討論 我都會親自的回覆大家 OK 好 今天來講話 我為大家介紹產業叫做什麼 叫做高速傳輸 我相信 我相信 長期在看我節目的投資票 對於高速傳輸這四個字應該不陌生吧 因為我也講很久了 我也講很久 我也分享很久 當然我今天會給大家 更詳細的一些產業的報告 產業的分析 產業的狀況 但是重點是 高速傳輸 我已經分享很久了 沒錯吧 從去年的10月開始吧 去年10月開始就一路的分享高速傳輸 那我一直講嘛 你只要買到對的產業對的股票 拉回買 均線買 就能夠簡單獲利 所以你看這兩個禮拜以來 為什麼我能夠有這樣的獲利 我一直說資金有限 資金真的有限啊 當然有 有些投資朋友可能比較多錢 資金比較多 OK 你要買很多股票也OK 但是我還是會建議你 資金做有效率的集中 你資金做有效率的集中 買到好的股票 漲出去 2-30% 2-30% 簡單收割啊 為什麼你一定要賺翻倍 你五檔20%也是翻倍啊 但是當然 你買五檔20%是可以分階段買 一檔做完再做一檔 一檔做完再做一檔 都OK 你不要買得像菜市場一樣 手上持股 我之前有會員朋友嘛 或者說有朋友問我 你看他的持股 三五十檔 我請問你啊 除非說好 你有些是做一些存股 要不然你說你手上三五十檔股票 你怎麼顧啊 你怎麼顧啊 這麼多股票你怎麼顧啊 有些人可能很厲害 但是我認為大多數的投資朋友 都沒辦法顧 沒辦法全面的兼顧到 了解我意思嗎 除非你做存股 不用顧它 要不然你是做一些操作進出的話 三五十檔真的太多 我認為如果你資金大行情好 你大概八到十檔OK啦 十檔以內 好不好 十檔以內 大概最多十檔 十檔還可以顧得來 你說超過十檔 二十檔 二十檔就很難顧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一點來講的話 你在操作上面還是要留意 你不要把自己的持股搞得像 蔡奇那樣一樣 有人會說一籃子的股票 但是太多你沒辦法顧 顧不來 那我也一樣嘛 我說資金有限 我專注的 就是 對的產業 好的股票 有沒有 所以你看為什麼我們今年 不要說今年 這兩個禮拜以來 為什麼能大賺AI 能夠大賺AI的錢 原因很簡單啊 台股跌破季線的時候 我就告訴大家 那些個股 他的股價 還在月線上面 這個叫做相對強勢 那拉回你去買 你去買這種相對強勢 或者你不要馬上買也沒關係 你等到他轉強 紅可以放出來進去買 都能夠簡單獲利 所以你看嘛 來 導播我們看一下 字卡 你看 為什麼我們看 我們資源能夠賺22% 偽創能夠賺17% 廣達為什麼能賺13% 川湖為什麼能賺22% 甚至你說 英業打賺11% 齊鴻13% 台耀16% 為什麼能賺這個錢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是買這些股票 那這些股票說真的啊 我全部在節目 在我的文章都有分享 而且講實在話 我還一檔一檔跟大家分享過 而且還不只分享一天 常常都是一個禮拜都在講 對不對 所以有的投資朋友可能看我節目覺得很無聊 為什麼很無聊 因為我假如股票都差不多嘛 但是 就是我說的啊 資金有限 我也知道大盤現在在漲什麼啊 有時候漲一些小股票 有時候漲一些非電族群 我也知道啊 但是 資金有限嘛 我不會 沒辦法再分散自己資金去買那些股票嘛 所以我專注 好的產業 好的股票啊 那 AI就是我專注的一個產業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專注這個產業啊 我賺到這個錢啊 那如果說你資金 除非說好你做很短啊 那邊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啦 短線操作不容易賺錢 其實齁 券商 或者證交所 常常會有一些統計數據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這我就不秀出啊 大家自己去找 去年來講 我們不要講一月 我們去年一到十二月 我說出來這數據你會嚇到 一到十二月 一到十二月喔 每個月來看 你的報酬率只要是零個percent 你的報酬率只要是零percent 也就是說什麼 你有在操作 而且 你沒有賠錢 你沒有賺錢都沒關係 就是零個percent 打平 你只要打平 你知道你贏市場上多少人嗎 你知道嗎 你可以贏市場上八到九成的人 你有在操作喔 或者你當沖喔 做短線操作 你只要報酬率 你短線操作 你報酬率只要是零percent 做當沖啊 我說的是當沖 你只要是零個percent 你贏八到九成的人 這說明什麼 這說明什麼 你做當沖很難贏啊 你只要你做當沖喔 你每天做 每天做每天做你做當沖 現股當沖 聽起來很迷人 無本交易對不對 不用本金 那為什麼 很多大咖不做 因為難賺啊 因為我說嘛 證教說統計數據嘛 一到十二個 十二月份 每月區分來看喔 你只要每個月的報酬率 你只要一月是零個percent 你可能贏了九成的人 你二月是零個percent 你可能贏了八成以上的人 這說明什麼 當沖很難賺 了解我意思嗎 自己去查到資料 這都有統計數據的 不後欄的 你只要當沖零個percent 你是贏八九成的人 那當沖難不難 就是難才會這樣嘛 才會有這種數據出來嘛 了解我意思嗎 代表說 零個percent是八九成 代表八九成當中 都是了解的 都是賠錢的啊 所以我在這邊 才會一直跟大家講 有行情 我們不要做那麼短 不要做太短 有行情的話 不要做太短 盡量去拉開獲利 那如何拉開獲利 你要有信心嗎 你買股票有信心嗎 你不能說 買了股票 一被洗 就被洗掉了 被洗掉 後面漲上去 你又不敢追 募送他離開 我送你離開 對不對 募送個股離開 了解我意思嗎 投資朋友 這個都有統計數據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所以你不要做太短 有行情不要做太短 盡量想辦法去擴大獲利 你長期才是大賺小賠 OK 好 我們今天來講話 特別是告訴大家好 今天再給大家一個禮物 再給大家一個禮物 過年前嘛 過年前嘛 賺個紅包好過年 我告訴大家 今天你只要來電話 有沒有 下面我們電話 直接打電話過來 打電話過來 或者在我LINE的群組裡面 你留言 我要偽創第二 留下你的大名跟聯絡電話 我的助理就會通知你 告訴你 哪一檔股票叫做偽創第二 我們來看字卡 你看偽創第二 AI帶來換機槽 這我一直強調 我就是專做AI AI帶來換機槽 今年營收爆發成長 重點是什麼 股價是回撤的 我絕對不會叫你買這種高在上 當然了 這小編截圖是這樣子 這是他之前在漲的時候 之前在漲很厲害吧 之前在漲是漲這樣喔 但是現在他是怎樣 現在他股價是這樣子喔 是這樣子回撤喔 上去下來喔 所以現在是在這邊喔 現在他股價叫做 在右下角剛回撤完畢喔 重點是什麼 你看投信一直在買 投信買了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了 所以偽創當然他是好股票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你不要追不敢追的話 你買這種回撤完畢的偽創第二 偽創第二 好不好 你只要今天打電話進來 在我LINE群組裡面 留下大名跟聯絡電話 我要偽創第二 我的助理就會打給你 告訴你哪一檔是偽創第二 OK 好 今天來講話告訴大家 高速傳輸 先跟大家講結論 來我們看資卡 你看隨著這個晶片就CPU GPU運算速度的提升 或者你說低論啊 硬碟這個速度的提升 傳輸的資料量 看清楚喔 傳輸的資料量 也隨著升高 OK 也隨著升高 所以呢 作為這個傳輸介面來講話 你如果說用很慢的速度在傳 說實在話 你要傳很久 你要傳很久 這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傳輸的介面 這個傳輸的介面 一定要升級 那當然啦 現階段USB是 目前主流的一個接口介面嘛 但是最新的技術 有USB4 傳輸速度高達80GB 然後呢 這個技術 傳輸速度甚至高達120GB 這個就是一個技術的提升 那我說的嘛 傳輸的資料量升高 傳輸這個介面 一定要升級 它不可能用很慢的輸入在升級 那再來歐盟環保法規情況下 Type-C的接口 規定 沒辦法 逃不掉 歐盟規定 所以 接下來的消費性電子產品 不論手機 不論NB 這個Type-C的接口 一定要用 一定要用 要不然你就不能賣 所以呢 這個滲透率一定會持續提升嘛 成長動能強勁 所以說 USB的控制機片 當然分為 主控端 極限器 還有一個 裝置端這三個部分來講話 台廠 我直接告訴你 台廠的供應鏈是非常完整 非常完整 所以呢 我們台灣就可以處理 好不好 所以你要留意啊 高速傳輸是增加運算效率 AI要什麼 AI叫什麼 AI叫高速運算嘛 所以呢 你說AI AI要幹嘛 要增加運算效率 所以一定要高速傳輸 好不好 那你再看嘛 這個全球資料量呈現高度的成長 持續在成長 所以它速度一定要升級 那我們台廠裡面呢 這個USB控制來源供應鏈其實相當的完整 你說好 現在我們直接看最新的這裡就好 USB4 控制IC 翔碩 HOST端 翔碩 或者呢 控制IC 翔碩 威風 普瑞 普瑞KY 創圍 這個都是我們的台廠嘛 所以從 所有裝置端 所有裝置端 我們都有台灣的供應鏈 所以呢 我們台灣供應鏈其實相當的完整啦 那 你看翔碩嘛 翔碩它的股價是不是一路往上攻擊 當初我們在跟大家講祥數的時候 1500 1600 1700 一直跟大家分享 最後股價呢 涨到要2000塊 涨到快要2000塊 原因在於什麼 為什麼它能成為2000塊的股票 為什麼 很簡單啊 它營收會大幅度的成長 那其餘的呢 你說威風電子 你說普瑞KY 或者說創圍 我認為都有機會啦 你看普瑞KY 也是股價跌破月線之後呢 再跳空站回月線啊 這個都是一些轉強的訊號 好不好 這都是轉強的訊號 那當然啊 USB現在是主流技術 這我們先給大家做個參考啦 主要來講的話 USB的一個接口 它的一個會逐漸統一啊 例如說最近就Type-C接口 對不對 那歐盟規定嘛 你手機啊 電腦 筆電 全部都是用Type-C接口 那這個就是 引發了一些換機槽 引發了換機槽 那當然這就讓 這就讓這些 高速傳輸的概念 控制IC的個股 迎來了營收成長的機會 最新技術當然是這一個 這個大家看看就好 因為全球高速HPC嘛 就高效能運算不斷的一個成長 所以呢 這個傳輸速度 持續的再做個升級 那當然這個技術升級 滲透率慢慢增加的情況下呢 就帶來他們營收跟獲利成長的機會 最新技術是這一個啦 有沒有 那這個大家看一下 USB4 對不對 這個也都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主要來講的話 這些傳輸介面 它是有很高的整合能力的 例如說 你說 HDMI USB 或者你說Type-C 這些以後呢 全部會變成一個接口 那一個接口 就是Type-C吧 那成長度就是這個 歐盟規案給大家做個參考 蘋果產品線 大家也知道嗎 iPhone15 開始都已經採用了一個 Type-C的一個接口 一定要採用嘛 要不然沒辦法賣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採用嘛 再來呢 PC跟NB 滲透率持續的提升 這也讓這些控制IC 營收 持續 來做個成長 加上他們庫存 去年調整一整年 調整接近尾聲 所以呢 隨著滲透率提升 甚至你說 AIPC的成長 引發的換機槽 都會帶來他們營收成長的一個機會 所以呢 你看AMD 他從2022年 他不要說現在 他從2022年 就已經採用USB4 所以這個結論 從這個結論 我前面跟大家提到這個部分來講 高速傳輸 他就是迎來了營收爆發年 手機 PCNB 他全部都要改採 高速傳輸的介面 那他改了這個高速傳輸的介面 當然他最需要最需要 就是這些控制IC來講呢 當然會雨露均災 他的營收跟獲利 當然會成長 所以為什麼我從去年的10月 11月 12月 會一直跟大家講高速傳輸 原因就在這邊 所以你看想說 從1500 1600 1700 我推薦大概到1700 因為再往上走 真的是很高 真的是很高 我從1500推薦到1700 但是他最後呢 漲到1900多 那原因很簡單 就是營收會大幅度成長 那當然他漲多 你不一定要追他 但是其他低檔轉強的 你說普瑞 微風 甚至你說更低檔 叫6104的創圍 或者說做USB PD 快充的叫2436的偽全電 甚至再到3588的通家 投資朋友 你都要持續的關注 那老話一句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買賣 或者說你不知道如何該買 何時該買 何時該賣 那 歡迎你加入我的行業 跟上我 跟上獲利 就像現在 鬼創第二 鬼創第二 送給大家的紅包 一定要來索取 好不好 一定要來索取 那 現階段 或者說今年 我都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今年 就是要賺 AI錢 今年 就是要在 AI上面搶錢 那當然 AI的族群很多牽扯範圍很廣 它是代表整個科技產業 所以 它不會全部族群 全部一起噴 全部一起攻擊 它會用輪動的方式 那 既然它會用輪動的方式 就是這個資金的輪動 你要掌握好 操作的節奏 你要掌握好 你才有機會 簡單大賺錢 簡單大獲利 那一樣 不知道如何掌握這個資金輪動 你來找我 我代你操作 代盡一定代出 代盡一定代出 你來找我 我代你賺錢 有興趣的朋友 直接打電話 或者在我LINE 群組裡面 留下大名跟聯絡電話 我的助理 都會跟你聯絡說明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讓真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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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